男孩子想拍这样的女装写真 需要准备哪些装备 第一件呢是这个泰式的校服 它其实就是一个泰式风格的衬衫 就是泰国女学生的那种感觉 非常的 然后裙子呢 就是上期那个水手服的裙子 他们这个裙子是通用的 所以如果你买了水手服的话 你还可以额外再买一个泰式的衬衫 他们俩都是可以更换上衣 就可以变成不同的风格 一个是日式 一个是泰式 然后第二件就是甲胸内衣 这个甲胸内衣是硅胶垫款的甲胸内衣 如果你觉得硅胶垫款的甲胸内衣比较热的话 那么你也可以选择一个海绵垫的 乳胶垫的甲胸内衣都可以 你可以把这个胸垫给它抽出来 更换成海绵垫或乳胶垫 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 建议大家人手一个 看它软软的 硅胶垫就是软 相比海绵垫来说 硅胶垫会更重一点 而且穿上它之后呢会有乳窑 男孩子也可以体验女孩子的乳窑 非常的棒 硅胶垫的手感呢 也会比海绵垫的要更软一点 更舒适一点 更接近真人的女孩子 胸部一样 接下来就是女装小酷酷 我还是强烈推荐大家购买 这个冰丝款的女装小酷酷 它穿着上真的是非常的舒适 而且因为它非常的柔软 这个垫子也是非常柔软 所以呢 穿上呢也不会很硌 也能很好的防止你的小兄弟乱起立 可以让它先回去 让它一天都出不来了 让它关一天的禁闭 接下来就是这个丝袜 丝袜呢就是集美肤遮瑕 还能稍微隐藏一下腿部 比较粗的血管与一体的存在 而且穿上它真的很爽 我知道有很多男孩子在女装之前 肯定会偷偷穿过丝袜 藏在裤子里穿这种丝袜 我为什么会知道呢 因为我还是这样过来的 没有穿过丝袜的你可能不了解 没有感受过这种感觉 等你穿过一次你就脱不下来了 真的你就会开始尝试各种各样的丝袜 像我自己的衣柜里丝袜都好几百条了 就我觉得大家如果想体验的话 可以从丝袜开始 然后接下来我搭配的袜子呢 是这种蕾丝花边短袜 我觉得这套校服 搭配这个蕾丝短袜会更合适一点 所以我就搭配这个袜子了 当然如果你们喜欢小腿袜的话 也可以搭配这个要看自己了 然后这就是最后的鞋子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 这种蕾丝花边短袜 就是这个蕾丝花边短袜